现金股息写下20年新高 风光日发红包 台积电大方给股息 董事会拍板定案 每股配发6块钱 观察近5年水准 去年给4.5块钱 经验数字写下20年新高 为业界认为其实还能给更多 其实真的是蛮客气的 因为如果说按照他自己 手上的这个现金的流量 再加上了这一次的 这个去年的这个EPS的话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其实如果说他真的是 这个要大方的配送的话 其实配到8块9块 都是他都有这个能力的 光是董事长张忠谋 今年就有7.5亿入贷 大股东国发基金 也能领进百亿现金 不过最开心的 还是台积电4万名员工 约去年盈余分红411亿 等于每位员工平均拿到102万 台积电靠赏员工 也不忘加紧研发 最主要在资本支出的 还是会投资在先进制程的 一个量产跟一个布局 那么其次是在中国南京的 12寸厂相关的一些建厂的 一个事宜 我想这都显示台积电 在今年还是积极想要扩大 在先进制程这部分的一个优势 台积电前进中国投审会 召开记者会 基于独资设厂争议不大 宣布无意义通过 台积电回应乐观继承 接下来过关有特别理由 我们特别是规划在新国会开议之后 就是避免是造成大家的误会 说我们要规避新国会的监督 受奥利多激励 第三号台积电开盘大涨 中央收在146元 涨幅超过2% 在阳连峰关盘势不利之下 逆势上扬 三天新闻于城湖凯中 台湾报道